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可以看得到操纵是不是等于过胖 这个我们知道很重要一点 实际上理想体重回归回来 最重要还是身体组成 我们脂肪的比例占的这个是 还是占的角色还是比较重要 所以不是只有看体重而已 我们是要看身体组成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外表的亮丽 行动非常的轻易很轻松 减少心脏病中风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疾病的发生 那我们当然知道BMI值有帮助了 但是它没办法证实真正的健康 我们还是要知道体脂肪的比例 所以有些运动员例如讲 他BMI值26 这个明明是危险的嘛 中度危害对不对 那脂肪量可是14很标准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多 我们知道体重超重的时候 不一定是过胖 我们讲胖就是脂肪过多嘛 所以有时候超重的原因是因为肌肉量多 所以像这一种运动员的话 实际上BMI值等于26 不是等于他是肥 他没有说比较肥胖 没有 他实际上是比较重而已 因为是肌肉量比较多 我想这个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所以就是体脂肪的多少其实是比较重要 可能在体重部分 虽然你有比较重的体重 可是也许那都是肌肉的重量 也有可能是骨头的重量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理想的范围呢 可以提供我们参考 做一下心里有一把尺 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理想的范围内呢 好谢谢 那我们男生跟女生 我们刚刚提到 储存能量跟必要性的脂肪 这两种脂肪比例 上帝在创造男生女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男生的脂肪比例会比较低 女生的脂肪比例会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一般年轻的 年轻的女性 他的标准值大概是在22到25 那这个是体脂肪的百分比 这不是BMI值 这是体脂肪的百分比 那男性呢 他的体脂肪的百分比 是15到20% 15到20% 因为运动选手 如果他体脂肪低的话呢 可以帮助他的运动表现 当然不能太低 如果比那个 必要性脂肪的比例还低的话 有时候会有危险 如果在女性的话 甚至会造成一些 液晶变的磁缓 这些症状出现 所以体脂肪实际上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有个标准值 知道我们的体脂肪落入 是不是在这个标准值里面 落入在这个标准值里面 就表示你的脂肪比例是属于健康的值 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只有看重量 有些人说 我今天62公斤好像比较重 比昨天重了2公斤 实际上重了这2公斤 我们要知道它是脂肪吗 还是它是水 还是它是肌肉 如果是脂肪 那我们要很注意了 要亮起红灯 要知道 当然你要知道 你是不是脂肪 就要测这个体脂肪的 知道我们的身体组成的比例 我想就这个部分 所以体脂肪的部分 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记住了吗 女生在22到25之间 那男性最好是15到20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里 那有机会 我们有测到体脂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自己身体的体脂肪的 大概多或少了 那再来就是 我们想知道 减肥对我们来说 可能就是健康 然后爱美的女生 喜欢减肥 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我想你讲到的都是重点 我想减肥 第一个就是 外表会变亮丽漂亮 行动变得比较轻盈 还有就是健康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对运动员来讲 他可以运动表现提升 我想这个是他的好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我们可以知道说 减肥为什么会这么热门 第一个就是很流行 为什么流行呢 因为为了美观 还有第二个 当然大家都要这样子 这个就变成一个美丽的 一个就好像美的一种 神美观的一个指标 所以这个是 当然可能在唐朝那个时候 肥胖可能是好的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 认为就是脂肪肌肉 这个脂肪比较低 这个是好的 所以美观的定义不一样 随着时代不一样 当然这个流行不一样 所以目前来讲 减肥很热门 就是因为这个流行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提到健康 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讲 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减肥的目的是 为了要身体健康 那运动员可以增强 他的表现 可以夺标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减肥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减肥 对我们来说 真的很多的帮助 光光是健康 就可以让我们受益良多 让我们身体觉得很舒适 那在生活品质上 当然也就提升了很多 那外表也是很重要 我们不管是面试 交朋友 或是跟别人谈事情 你有好的外表 然后包括你的身材的比例 是很匀称的话 其实对你自己本身 其实加分很多 所以在这部分 虽然看起来好像 优点就这些 可是其实它就是 包括了整个我们生活 我们的整个作息 或是我们 不管是人际关系的互动 都是有很好的收获